好 刚刚去换了些衣服啊 那个明基老师比我更辛苦一点 我们同时出发 结果我比他先到家了 他可能路上遇到的堵车点多一点 好 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聊天 今天上午这个明基老师 发了一个语言进来啊 那个本身不是事 为什么我要提这么一句呢 刚才我在那瞎揍了一段小诗 可能大家已经看到了啊 这就是我对今天这件事的感受啊 我想我今天应该是把这个感受表达清楚了啊 木秀鱼林 风鼻摧之啊 这是自然规律 原因呢 你长得比别人高 那么 你就没有办法躲在别人的身后 你要想长得比别人高 那么你就必须独自去面对 那么这一切 不是坏事啊 别人的理解是别人的理解 我们的 本心是我们的本心 我们只需要做自己 我们只需要按自己的本心 按自己的那一个念 去行 我们就无愧于天地 作为我们三立人来说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初心无愧天地 今天 呃 是 是谁 给了我一个私聊啊 叫君子坦荡荡 很好 这句话用得非常好啊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气气啊 我 我们 连风雨尚且不怕 何在乎 一点 误解 那 根本就 不是事啊 我今天看了 群里边 所有人的发言 我非常的 欣慰 大家也在教育我啊 我们都有自己的认知 都有自己的 正念 我们只需要守住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那个 高尔金有一 有一段那个话啊 那个 海燕啊 叫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当别人把我们作为一个话题的时候 说明我们已经开始在引领一种趋势 只有平庸的人 别人才不会在意你 我们都不是平庸的人 我们都有一颗赤子之心 别人怎么看我们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能做成什么样 我昨天的话题讲到了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个矛盾啊 实际上美国代表的是这个 以安格鲁撒克逊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啊 那么 针对中国的 崛起 严格的讲是我们让别人感觉到了切腹之痛 于是 别人的反应才会这么激烈 我们上一次 讨论的时候已经谈到过这个话题了 我们今天就不再去重复 那么实际上现在这一个矛盾 很大程度 我记得是我们的这个外交部的那位美女啊 那个发言人 讲过就是 美国的自信到哪去了 我认为他问的非常好啊 因为现在包括我们现在所谈到的 这个 这个 区块链 包括我们现在热议的 数字货币 尤其是我们的主权数字货币 这些概念 严格的讲 都源于西方世界 源于西方世界在 后三次工业革命时代里边 所创新和创造的互联网 互联网金融 区块链 区块链 区块链金融 以及 这个Facebook准备推出的天成币 那么这些概念 基本上 都源于西方的后工业 第三次后工业革命中 所诞生的一些新的观念 新的技术 新的方法 我们中华文明最优秀的特点中 有一个就是善于学习 在我们闭关锁国最困顿 最落后 最挨打的时候 这个清朝的一位大臣啊 李鸿章 为代表的这个 叫做洋务维兴派的 这个核心重层里边 在那个年代 他们就提出了一个叫 诗一之计 而至一 诗是老诗的诗啊 一就是对外国人的总称啊 一人 用现代话来解释 就是说 学习外国人的技术 而制约他们 因为在当时的工业革命 我们整个民族 在清朝的后期 闭关锁国的状态下 完全拒绝了 第一次工业革命 于是我们在别人的 尖船力炮之下 被敲开了国门 被瓜分了财富 被列强 肢解 无数的租借 四万万 白银的赔偿 都是我们最切服的痛 更可悲的是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让我们更加便于被殖民 安格鲁萨克逊 以鸦片 作为麻痹中华民族的手段 这是我们民族最最深重的痛 每每想起那个年代 留下来的照片 有两点都会有揪心的痛 衣不避体 骨瘦菱雲 那就是中国 那就是我们被叫做东亚病夫的原因 东亚病夫并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表象 而是安格鲁萨克逊 为代表的西方利益集团 强加给我们的 他们 割裂我们的文化 泯灭我们的传统 弱化我们的斗子 毒害我们的民族 目的就是用这一个富饶的土地和 智慧的民族去成为他们的殖民 我讲过了什么叫殖民啊 可能有新来的朋友 我们重复一点点 殖就是养殖 繁殖的意思 把一个被他们战胜的民族作为他们的劳动力 来进行繁殖和培养 这就是殖民 在静如近代 他们同样还是在殖民 仅仅是他们的伪装更加巧妙 手段更加高明 医学的殖民 就是所谓的西方的医学理念 彻底的根除和泯灭我们自己传统的中医 而作为把医疗这一个大爱的旧市服商的行业 变成了他们的一个商业利益链 于是 有无数的国外所谓的特效药 国外所谓的特殊治疗方法 最明显的 就是我们国人最崇拜的大桥 大家应该听过啊 心脏大桥 那么这一切就是要让受制者永远摆脱不了 对药品的依赖 对治疗的依赖 对过度治疗的依赖 包括现在叫你们每年做的提前 简单的物理指标和一个鲜活的有机体能够划等号码 所以才有了福田帮对中国医疗体系作为代言人的侵蚀 好在这一次 好在这一次美国鬼子弄出来的这个瘟疫 才使国家和国人都惊醒了 当大瘟疫出来的时候 才发现医疗不能作为商业 这个在疫情期间我们已经探讨过了 我们就不再继续去展开它 然后就是我们的文化之名 泯灭我们所有的传承 矮化我们的民族精神 诋毁我们的民族英雄 甚至用所谓的中华无信仰 来诱骗我们的民族 我讲过 我们的崛起 非常的艰辛 因为我们的每一步成就 都是在别人制定的规则标准 和任意修改权的框架里 达成的 我们是几倍人内井裤带 用血和汗 用民族的奸人 才突破的 我们群里边可能 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的多一些 我前面的这一段 六零后以前的人 在做农村经济现状和政策调研的时候 我在八十年代去过中国的甘肃 三倍 那种景象 我 自死 都不可能 忘掉 一家人 一条裤子 不是故事 是真实 当他们真情的把家里边最珍贵的东西捧给你的时候 当你接过这个捧给你的东西 看见里边还有虫子在蠕动的时候 你的眼泪会止不住会止不住的往下流 那就是我们国家在那个年代贫困山区的真实的写照 在甘肃 以哪家的水教最多 来计量他们家族在当地的富裕程度 他们没有地表的浸流 没有地下的水可以使用 他们唯一能使用的就是 无根水 就是雨水 那么他们的水教里的水 是混合着羊粪牛粪猪粪麻粪 我们群里边应该有甘肃和三北的人 那么他们的老一辈 应该见到过这样的景象 那个时代离我们并不遥远 八几年 我九十年代 初 离开国内 到达西方 那种屈辱也是我至今没有办法万怀的 我有我要去的所有国家的签证 但是 因为我所持的是中国护照 不管是在列车上 还是在海关的 还是在机场的海关 我都必须屈辱的打开我的钱包 要向他们的边防人员展示 我具备两百美元以上的现金 我才可能被允许 允许入境 那种屈辱 那一种侮辱 没有经历过 真的很难提 理解 很难感受 我经历了 所以我发誓 我只是中国人 我只会是中国人 我永远只使用中国的护照 我们现在 所在任何地球国家里 得到的那一分尊重 都是我们的先辈 我们的前辈 用汗和苦熬出来的 我认识一些参加过黑实验的 这个部队的这些老战友 他们健康的太少 我前几年和成都的一些战友一起 为参加过越战友 处理过一些问题 按照国家的规定 他们回到本地 必须给予工作安置 但是由于他们是三区的兵 他们的名额 被当地的基层 顶用了 其中 有被炮弹震伤的战友 身上没有窗口 但是被炮弹震动过的伤害 使他们进入了50岁以后 都反映出丧失劳动能力 和自理能力的后遗症 这些都是我们亲历 亲见的 所以今天那个人 怎么看我们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 和我的朋友们 就是我们的三立家人们 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热血 在大的趋势下 去为民族的奋起 崛起 去贡献一份我们的赤诚 至于我们能够 起到多大的作用 我们暂且不论 想想南京大屠杀 几千日本人就可以杀害我们几十万的人 中国人 就因为我们人人都觉得自己的那一点贡献 不足道 于是别人才叫我们一盘闪杀 我们三立家人要做的就是我们不是一盘闪杀 我们有信仰 我们有追求 我们有热血 不是口号 是尽我们的力 我若宏到道笔护我 不是口号 是真实的 我们是真实的 我们只需要去按照国家的规划 我们只需要在国家的规划中 诚心诚意的 去工作 去努力 十四亿中国人如果都能这样 和换天下不平 我在以前的分享里提到过一个人口比例问题 我们中国有十四亿人口 我们有门内最齐全的工业体系 我们有独立的科研体系 我们有独立的军事体系 我们有每年一个中等国家的受高等教育的人口量 不轻看我们自己 更何况我们还流淌着中华民族华夏文明的学业和传承 我们有更高层级 我们有更高层级的文明传承 有更高层级的文化传承 我们不具于任何 我们仅仅需要的就是团结 引成一股神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这一代的领导人 有足够的文明睿智传承 有足够的文化传承 错误 失误 在人类世界的发展过程中 永远是难免的 但关键是 中华民族在苦难之后 终于站起来 强起来 西方标榜的文明 西方标榜的人权 西方标榜的一切优越 在这一次瘟疫中 大家都看到 我们的优势 我们的优越性 大家也都明白 我一直讲 我们三历人 我们TT人 站在了 时代财富大转移的那一个基点上 我们对财富自由 没有障碍 我们唯一的要去思考的就是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有那一份民族心 我们是否真正的能像我们自己文明所教导我们的那样去兼济天下主意 我们三历的结构 我们三历的结构 不需要每一个家人去拿出一分钱 我们只需要利用文明发展的这个大势 国家发展的这个大势 以及我们所已经站在的那个最优秀的组织构架和分配制度就是区块链 而平台上 我们已经取得了足够的先机 为自己的家族 为自己的家人 为自己的生活和生存考虑 没有错 那么家有金山你能用几何 家有万代你能使几何 家有千群你能卧几米 这都是老祖宗早就教导过我们的 别人怎么看我们不重要 我们怎么看我们 我们怎么看自己的那一颗心 我在这儿 我尚有一切 大家都可 作为我的见证 三立的共识 就是我的原则 三立的共识 就是我的追求 往所有家人 共同监督我 虽然我们三立的构架 已经有区块链的平台和PT的平台 在制约我们 我同样 诚恳的 请家人们 监督我 鞭策我 我们共同 努力 我们共同去实现我们自己的那一个善念 好 今天 我就先讲这么多 是因为今天 那几句 叫做 叫做 从明啊 我们 不在乎风雨 我们不在乎别人对我们怎么看 我们只需要在乎我们的那真诚的一念 今天我们的聊天 可以转发出去 我们 不怕别人对我们监督